一段路走了很久 如果还是看不到希望 那就不要再执迷 换个方向 重新开始 牧羊女家一大早就开始了他们忙碌的生活 她现在还是愁眉不展 二女儿过来帮她传话 工人叔叔让她妈妈先准备五只山羊 今天要去和那个男人交易 牧羊女带着自己的妹妹进山了 她要把前夫要的山羊先准备好 她心里当然一只羊都不想给她 可是小儿子在她手上当人质 她也是没办法才这样 只能先按照她说的做 然后到时候再随机应变 他们走了很久 终于来到了山羊吃草的地方 她的这些山羊都在这里 她在这里等工人师傅 让她妹妹带着小女儿先回去 牧羊女看到自己家里仅剩的这么几只山羊 心里很是难过 要是她的这些山羊都没有了 他们该怎么办 以后就没有了收入来源 所以一定要把小儿子要到的同时 想办法把这些最后的财产捍卫住 工人师傅还是很有想法的 他已经带着执法人员过来了 他说他们已经想了一个计划 让执法人员躲在暗处 当我们和他交易抱走孩子的时候 就让执法人员冲过去抓他 工人师傅还让执法人员躲在边上的灌木丛中 那小偷就看不到他了 千万不能让他看到执法人员 到时候他肯定要慌张逃跑的 工人师傅过去把山羊赶去了指定地点 这是牧羊女的前夫给他发的地址 也不知道他会不会临时变卦 因为他狡猾得很总是改变主意 牧羊女紧张地在这里看来看去 他知道他的前夫肯定就躲在哪个地方 可是他要是躲着不动很难发现 他们在这里等了一会儿 发现他还是没有过来 工人师傅给他打了电话 他说 我们已经带着羊来到了你说的地方 你有没有过来呢 这个男人一再地问他 你有没有带执法人员一起过来 工人师傅说 没有就我和牧羊女一起过来的 这个男人很阴险 肯定是躲在哪里确认他们说的话 没过多久果然听到了他喊人的声音 他们转过头一看 他抱着孩子站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 他让他们赶紧把羊送过来 工人师傅说 虽然我带了这些羊过来 但是只能给你五只 你总得让人家妈妈带着孩子生活下去吧 牧羊女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小儿子 他迫切地想要去抱他 可是这个男人说一手教羊一手教人 我现在不会把孩子给你的 牧羊女没有办法 只能和工人师傅去抓羊 只能先顺着他的心意来 不然一激怒地转身走了怎么办 牧羊女和工人师傅都已经靠近了他 他们说山羊已经抓好在那里 你现在过去把他们带走 牧羊女心里气愤 拿着一个棍棒就要去打他 然后就从他手里抱回了自己的孩子 此时前夫也赶紧去那里拿山羊了 他和工人师傅说你为什么跟着我 工人师傅说因为我怕你多拿 他感到了危险 不允许他靠他太近 他一个人慢慢地往那里靠近 其实他已经落入了他们布置的先进里 执法人员忽然从后面冲出来就抓住了他 而工人师傅也跑了过去去帮忙 他们两个人紧紧地抓住了这个坏人 牧羊女的前夫到此时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他不甘心地怒吼了起来 于是才开始挣扎起来想要摆脱他们 可他实在不是他们两个的对手 执法人员看得不老实把他揍了几顿 牧羊女的前夫赶紧狡辩 他说我是这位女士的丈夫 我拿着自己的山羊又怎么了 你们没有权利抓我 工人师傅和他说 你从一个孩子母亲那里抢走了他的孩子 现在还要来把这些羊战为己有 你犯了很大的重罪 只有法律能给你惩罚 牧羊女也说 你不要再撒谎了 这些山羊和孩子都属于我自己的 牧羊女的前夫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不管他怎么猖狂 迎来的就是执法人员的一顿暴打 工人师傅知道这个人的德性 他一直在帮着执法人员 必须尽快地把他送到警局 他的危险系数太高了 随时都有变故发生 这个坏人狂踢了工人师傅一脚 挣托执法人员快速地往前跑去 可是他们两个已经快速地追了过去 再次抓住了他 把他像个死狗一样在地上拖拽了就走 执法人员愤怒地骂他说 对于你这种偷别人孩子的贼 我们绝对不会心思手软的 可是这个男人不服气 有证脱开来后和他们打了起来 执法人员抓住他后用木棍打了他一顿 他们拽他一起往山下走 他躺在这个草堆上一动也不动 他总是想尽办法拒绝抓捕 执法人员看到这种人 就知道他是个无赖 已经在原地又教训了他一顿 走到半路的时候他又开始卖惨了 他和执法人员说 我会好好的和你回去 你让我在这里缓一下 执法人员还以为他真的醒悟了 就在他放松警惕的那一刻 牧羊女的前夫袭击他后再一次逃了 这一次因为他的动作特别快 执法人员追了过去并没有追到 他还往山下扔石头攻击他们 工人师傅和执法人员都跑上去了 可已经晚了还是让他逃跑了 执法人员回来和他们说 这个人太狡诈了 但是你们别担心 我们会抓到他的 他说我先离开了 有什么消息在通知你们 牧羊女抱着失而复得的小儿子往回走 今天虽然把孩子要到了 可真的太可惜了 没有抓到这个坏人 这样一来他又有机会要兴风作浪了 工人师傅也有点遗憾 今天想了最好的计划来抓人还是失败了 他也很担心 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卷土重来 你们觉得他还会回来报复牧羊女吗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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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一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